一个是季前的霹雳金宝 以采矿业为主要经济命脉 提供了不少工作机会 也带动了许多和采矿业相关的行业 但是随着采矿业没落 许多相关的行业也跟着凋零 如今当地硕果仅存和矿业依然相关的 应该就属旧街厂的新有打铁店了 虽然有人建议业者让打铁店注入旅游因素 但是业者婉拒了 原宁可在随着镜头我们一起听听这一家老店的故事 画面中的这位老人家 从小就和来自中国的父亲 在金宝的矿场和铁船厂工作 后来看到采矿业 需要大量的大小铁桶 还有筛洗西米的西米筛 以及铁制工具 器具等等 父亲瞄准商机 决定投身打铁业 就这样 姓志强和弟弟姓志江 随着父亲一起在打铁店内打拼 很多东西啊 有铁车 有整一些登机 铁车水柜 你走开又要收你 多数是做登机 然而随着采矿业一蹶不振 上百家矿场相继倒闭后 和锡矿工业相关的行业也无法避免 打铁业自然也深受影响 生意大不如前 如今孩子也不愿继承副业 加上没有学徒 姓师傅就抱着能做多少就做多少的念头 没有想过退休 一直做自己做到 做不到为止 过日子 因为这些不是说 非黄腾达的 总是生活的 有一天有一天 过一下时间 有点入息 就是一个生活的 我入息多多 特别是很大单的工 工厂有很多的水槽 那些就是深复一些 虽然金宝老街复兴计划开跑后 有人建议打铁店加入复兴计划 转型为旅游卖点 让游客游览采矿打铁行业的传统手工艺 但是姓氏兄弟兴致缺缺 看来金宝打铁老行业 有朝一日还是难免会在这一座 曾经因为采矿 无比辉煌的老城镇绝迹